我在那个年月认识了很多很多作家 王硕是给我印象非常深的 为什么印象深呢 是因为他后面出了大名 所以他给我印象很深 那时候认识他呢 是因为他极为聪明 他的聪明并不表现在他生活之中 生活中我觉得也没什么谁比谁太聪明的 就是他文字上的聪明 他同样一个事物的表达 他比人家清晰而流畅 那么他的字写的呢 我这个说的啊 我最好他没看见这集啊 他字写的比较幼稚 他是一个字 一个是一个的 其实一个是一个字 你写的多幼稚 对于当时的编辑都是最好的事 为什么 便于阅读 王硕后来啊 就是成了作家以后啊 有时候调侃自己说 因为他的文化程度低 比我的文化程度还低呢 我好在还有小学四年级的文化程度 我估计他比我这还低 所以他就老调侃自己说呢 说自己连错别字加上一共认三千多字 王硕在所有的同龄作家中 他发小说是最早的人 只不过他发完小说好长时间是沉寂的 我印象中他大概是在七八年就发过 在解放军文艺就发表过小说 可能很短叫什么海鸥 飞翔的海鸥之类的 我就忘了 你知道他当过海军 所以他老写海鸥什么之类的 他复原以后呢 无所事事就分在了北京医药公司 用他的原话讲 就是卖假药了 到处推销药品 你不要看他后来有多么风光 最早就是一个推销药品的推销员 干了没多久 跟领导也不对付 他那个自由散漫的那种状态呢 很快他就辞职了 辞职以后呢 就开始按他的话叫马字为生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王硕就不同的投稿 因为他没有生活来源 他必须要用稿费来支持他的生活 回到哪呢 当时有个很重要的杂志叫当代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大型的文学刊物 他有一个后来很 把很多这个少男少女 这个看的五迷三道的一个小说 叫空中小姐 1988年的时候被称作王硕的年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当时的那个 他的电影拍的特别多 那时候这个电影跟今天电影市场完全不同 今天电影市场首先是有这个美国大片 是吧 然后呢 有各种风格的片子 各种导演 那时候很少 所以王硕那一年拍了很多电影 我能记起来的 有这个这个米家山拍的丸主 丸主影响力非常大 葛优就是因为那个片子红的 对吧 然后呢 有这个叶大英的大喘气 有这个下缸的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 好像黄建青还拍了轮回啊 等等拍了很多片子 当时我还跟那个王硕聊 就是我说 我说你觉得哪片子拍的好 他说就是王硕拍的好 为什么拍的好呢 王硕说这样一句话 说因为米家山没什么想法 所以电影就拍的很好 过去我们的导演改编的时候啊 特别希望融进自己各种想法 为什么 你看世界上好一点的电影 经常是编剧和导演是一个人 为什么他能够准确的表达他自己的那个意思 但导演去表达编剧的意思的时候呢 往往有一种差距 这个差距就导致电影有点生分 所以王硕自己对丸主的评价还是很高的 他曾经特别想写推理小说 我们年轻的时候呢 有两个人的这个推理小说对我们是有巨大影响的 第一是福尔摩斯 福尔摩斯探案集是对当时年轻人都是首不试卷的 再有就是一个英国作家叫阿加莎·克里斯蒂 最著名的电影作品就是尼罗和尚的惨案 所以王硕当时就受这个影响 特别想变成一个推理小说作家 写过很多 写过很多 曾经有一本小说集叫丹利仁探案集 丹就是姓名的那个善 也叫善利仁探案集 写的呢 他自认为水平很好 但是在当时的社会呢 反响不大 所以最后呢 也就人走茶凉 没有人再提及他曾经写过的这种探案集 所以王硕当时呢 曾经做过这么一部分 却就我们算探索吧 但是不算特别成功 他最成功的呢 还是他的后来的一部分作品 那么他后来呢 那作品呢 有的写的我也不是太能看懂 你比如说像我的千岁寒 我看着就有点云山雾罩的 他写我的千岁寒的时候呢 他那个精神状态也基本上是那么个状态 我说一件小事啊 他们家住那门口有一修车的 他突然看着他就烦 修什么车 修自行车啊 不是修汽车的 然后他突然走到那人跟前说 说我给你三万块钱 你能不能离开这儿 别让我看见你 那修车的就瞪着他说 这是什么意思啊 他说我没别的意思 就是我不想看见你 我给你三万块钱 你能不能就走了 然后那人说行 这王硕就回屋了 回他们家 拿出三万块钱 就给了这个修自行车的 这人就决尘而去啊 这时候王硕家里啊 我估计就三万零一百块钱 他就没钱了 他一点钱没有 他为什么说出个三万 就是他知道他就这点钱 然后呢 他还忧虑 他跟我说说 这个修车的会不会回来啊 我说他绝不会回来了 他说为什么 我说他怕你反悔 怕你见了面 还会把他把这钱要回去 他那补车带 修那车 哪年才把这三万块钱挣回来 我说你放心吧 他永远不会回来 他当时就这么一个状态 所以你看看他写的那些 后来的东西 为什么很多人不能理解呢 就是这个缘故 你看他的这种精神状态 你觉得他好像这个有点不正常 对吧 我们按照常人的想法 这太不正常了 你不要看他 你就别看他 你干嘛给他钱让他走啊 我告诉你 最伟大的文学家 都有特别不正常的一段 他精神 他肯定会有一些超出常人的 他是个极为敏感的人 我认为他的文学能力强强在这 就是他观察事物的那种仔细 有时候你在屋子里聊天 聊完天 他回去写一篇文章 你觉得他真的是把那一场聊天 说得极为的生动 每个人的心理状态 乃至他的这个表达 他都能够精确的重新再现 这个能力不是每个人都有的 我曾经说过这个话 我说这个诺贝尔奖 如果能给中国作家 我觉得王硕是一个 理应获得诺贝尔奖的人 为什么呢 他影响过一代人 我跟冯小刚认识呢 没王硕那么早 但是呢 也很早了 算起来也二十多年了 我想一想啊 大概有二十五年了 冯小刚是王硕带来的 我跟冯小刚认识呢 其实就源于大家非常熟知的一部电视剧 叫编辑部的故事 当时呢 这个北京电视剧制作中心 豁出的渴望以后呢 这个影响非常大 我那时候在出版社就非常能感受到 电视的影响力超过了 开始要超过小说 为什么呢 万人空向 那么冯小刚呢 是在那个时代 我认识他的 那时候呢 是我们在那儿 大部分人都无所事事 觉得渴望成功呢 大家都是想混进电视剧制作队伍 我们那时候的人是看不起电视剧制作的 尤其看不起剧本的写作 所有的作家都以写剧本为耻 不像今天写剧本为荣 为什么那书小说的地位比剧本要高多的 比电视剧要高很多 所以写剧本的人的地位就会偏低 大家说的时候都会说的热火朝天 但真是要写的时候一动笔 就凉了 就不爱去写 所以当时呢就在想啊 说做一个什么样的电视剧呢 做个室内剧 室内剧红啊 为什么红呢 成本低呀 大一简单且拍呢 所以当时呢就想啊 我们几个人在一块传着 就想写个室内剧 我记得当时 把中国的各个领域都排成对 说写哪个领域 但是哪个领域都觉得不能动 为什么呢 你写工人啊 工人这个领域 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啊 老大哥他不能有缺点 一有缺点你怎么写啊 所以干脆不写 写农民呢 农民是兄弟啊 农民你如果把他写的偏低 有歧视农民之嫌 那不能写 那写解放军那更不能写的 钢铁长城 你不能撼动他 不能写 那么想了想去 只能写自己 为什么写自己呢 是因为最初呢 我们这些编剧女 大部分人都是编辑 比如我是编辑 比如魏东升魏仁 是这个啄木鸟的编辑 苏雷是专业编剧 苏雷是我们这里最专业的 剩下就是一无业游民 王硕 王硕把另外一个半无业游民 冯小刚拉来了 冯小刚很有意思 这个人很有意思 我对他最初的印象呢 是这人特别会说话 一见我们立刻自来熟 我开始说 我说这是谁呀 王硕说 画布景呢 你知道吧 冯小刚最初是美工出身 美工出身 我们过去那布景啊 现在都是喷 那电脑喷 画一会就完 过去都是人工画 你别瞧不起这画布景的 美国有很多画布景的人 最终成为大艺术家 画那布景值了大钱了 我看小刚最近老在画画 我估计他那会儿快卖了 你们要有机会的 先买两张 那么冯小刚呢 当时来的时候呢 他的身份就是北京电视剧 制作中心的一个美工 但这人绝顶聪明 东西不需多听 听几句 马上就明白你要干什么 我们那时候啊 反复的去探讨剧本 就说想写这个编辑部的故事 编辑部故事这个剧本啊 我们今天啊 看这个电视剧的时候 大家都觉得 哎呀这电视剧很有意思很好玩 可当时呢 没那么好玩 为什么呢 这东西老被枪毙 第一杆写出来的时候 大家说呢 这个 这个这个 怎么怎么把它写出来 定了每个人的性格啊 你比如定了这个主编的性格啊 里头有个牛大姐吧 牛大姐是一定是那种老八股啊 音寻守旧的人 但是由于我们那些人啊 当时我们这些人的生活态度就是 谁都不敢糟蹋 只敢糟蹋自己 所以对编辑部的故事就拿自己开涮啊 当时就是写各个领域 你看今天有名的演员几乎都在那个电视剧中出任过角色 当时这个编辑部的故事呢 在写剧本当中呢 很费劲 为什么定完调子以后大家分着写 每个人的态度都不太积极 为什么不积极呢 是因为它不见成果 按照我们的话说不见响 所以大家都没什么劲 第一稿写出来以后呢 呈上去呢 很长时间没有音讯 后来告诉我们这东西给毙了 毙了以后呢 大家就心灰意冷呗 各回各家各走各妈啊 就自个就回家了 就反正我的感觉就彻底凉了 因为我有我的事吗 我在编辑部吗 有我自己的事 然后这个事呢 就就一哥哥了很长一段时间 最后据说啊 据说是北京台呢 当时呢 是这个北京电视剧制作中心的缺本子 又把这本子给找回来 就说能不能再写 这时候呢 这本子找不着了 因为哥的时间长 不是扔哪了 因为大家都不往心里去吗 今天你是拿电脑写 写完了都在电脑里 掉出来再看 那时候这么是 整个是一大包纸 那不就扔在哪了 这时候剩下的是什么呢 是整个的写作大纲 故事梗概 每个故事都非常完整 每个人的性格非常完整 这时候呢 大部分人就打退堂鼓了 为什么 这事被枪毙两回了 然后 冯小刚说 自高奋勇说 这本子我能写 当时呢 这个 冯小刚聪明就聪明在这边 他模仿力极强 他看看过去我们写的本子 这就是 这些编剧本都写了都差不多 为什么 这个人物性格定了以后 就非常好写 比如你今天 按照编辑部故事的 那个写作方法 依然可以把本子写出来 所以当时这个本子呢 最终主要执笔者呢 就是王朔和冯小刚 他们把本子写了 然后后来就开拍了 开拍以后呢 他居然就红了 为什么能红呢 是因为所有说话人 所有人的说话方式 这个方式 跟我们过去电影中的 电影视剧中的说话方式 完全不一样了 比较自由 比较洒脱 比较片汤话 什么叫片汤话 都把自个儿不当人 冯小刚呢 最早拍电视剧的时候 还是跟着郑小龙拍的 北京人在纽约 那么 小刚呢 小刚后来呢 就开始拍电影 拍电影 第一部电影是什么呢 好像给毙了 叫什么我也忘了 第二部 拍的是甲方乙方 甲方乙方说话的方式 和表达的那种语言 肯定是王硕的语言 你看 我刚才讲了 冯小刚非常会模仿 你看他那个巨式的模仿 非常有意思 表达充分 所以 在这个 小刚的这个 早期的电影中 你可以看到 很浓重的 王硕的影子 他在处理这样的影片当中呢 非常轻松 游刃有余 所以 王硕有一本小说 叫千万别把我当人 所以 冯小刚永远有这样一个态度 会自嘲 这个自嘲精神很重要 尤其在我们今天的社会当中 他会自嘲 会化解 我们生活中如果没有自嘲精神 这个人是很难化解生活中的郁闷 我告诉你 中国的电视剧啊 都分类型剧 什么叫类型剧呢 谍战片 抗战片 喜剧什么 这都属于类型 还有一种剧叫什么呢 说不出来这归类啊 中国就俩人有过如此殊荣 第一是穷瑶 叫穷瑶记 另外一个呢 叫海岩记 海岩的全名 他不姓海啊 有姓海的 他姓铝 铝海岩 所以你到昆仑饭店去说 要找吕总 不能找海总 过去我们对他也有尊称 有时候我也不叫海岩 我那时候看到他高高在上 所以呢 我老叫吕总在吗 就得绷着点劲 海岩跟我们有些不同 我们过去这些朋友们 都不得正经 第一不正经的就是冯小刚 第二不正经的就是王硕 第三不正经的 就不知道是谁了 反正不是我 可海岩不是 海岩比较正经 为什么呢 第一着装 他比我们都正经 我们年轻的时候穿得都烂七八糟 我们大概在九十年代初的时候 这说起来二十多年前的时候 我们最爱去的一个地儿 叫昆仑饭店 为什么呢 海岩在里头当仇 我们去蹭 你懂什么叫蹭吗 就是不花钱 过去都要说什么呢 我到哪吃饭不花钱 不花钱牛啊 我们到昆仑饭店去吃饭 今天都是有俩银子不觉得贵 那时候真贵啊 所以就不想花钱 不想花钱怎么办呢 那就得找不花钱的办法 就得碰上海岩 我们那时候老去昆仑饭店游泳池 游泳池很有意思 天天下午去 为什么敢到那游泳呢 没别的 就是不花钱 海岩跟我们办了个证 到那可以不花钱进去 那时候那游泳池好啊 没人哪 待一下午除了我们几个 没任何人 在那湖砍乱山 一开始老师说 为了创作去 什么叫创作 对大家说呀说呀说呀 不定哪天就说出一本子来 其实到那都是胡贫 胡说正经事 有时候能看海岩近闻 海岩有时候喜欢健身 游泳游泳 你看海岩那身条 一会儿我告诉你一个秘密 他比较消瘦 所以显得特年轻 我们这些人都不得 不得注意自己的仪表 那么海岩给我们很多照顾 所以那时候我们就 厚着脸皮在那待过很久 我们那时候 日子都挥霍着过 什么叫挥霍着过呢 就是胡垮乱山 真正能落在纸上的 没写出多少 而你看看人海岩 每个电视剧都伴有长篇小说 玉观音 永不明目 拿什么拯救你我的爱人 还有什么一场风华雪夜的事 是吧 你看人写过多少 他是一个很严谨的人 我记得他有一阵子 掉到上海去了 我去上海的时候去找他 我一去 我印象中好像是 新锦江饭店的七层 要不就是六层 整个一层全是办公空间 我一进去 整个里头非常景景有条 所有的人工作都是那种电影中的工作状态 你知道什么叫电影中的工作状态吗 我们生活中的工作状态都不叫泄送 电影中的人都夹着包 很把自己当事的样子 那我就觉得 他那个生活啊 不得像作家的生活 特别像一个企业家的生活 所以他管了很多饭店 他管过多少饭店呢 我也不知道据说好几十个 这人本是大 你要让我脑袋都大了 管不了这么多人 蔡延呢 特别喜欢史迪设计 你比如他有的我是知道的 你比如这个昆仑饭店的上海餐厅 是他设计的 你比如亚洲大酒店的那个 带船务的那个餐厅 也是他设计的 你说他一个酒店总经理 他去设计这个干嘛 他喜欢 所以他说他自己是一流的 史迪十六岁 那我也闹着要当兵 那时候那兵有一词 叫后门兵 就是反正你有关系嘛 所以呢 我爹就帮我活动了活动 给我单独的招兵 所以你看那个何小平是单独去的 这在部队上是有惯例的 我呢 就体检 体检 发了我一身军装 我当时就没这个心啊 当时应该穿上啊 先照张相 不管真的假的 先照张相 当兵很严的体检啊 检查你的所有的生理 脱光了 全部脱光了 检查完了以后呢 发了我的背包啊 发了一个脸盆 就是那种均绿色的脸盆 那么 我这段时间还被单独的叫去 做了一般的训练 一般的告知 那么这个时间呢 多长时间呢 就32天 我后来为什么没去部队呢 当时赖我啊 谁都不赖 一开始告诉我呢 去杭州机场 因为我爹就是空军嘛 到杭州机场 到杭州机场的当地勤 我们当飞行员是没有资格的啊 首先 这个文化程度不够啊 另外飞行员过去 国家都是这么说的 说飞行员是国家用黄金 用金子培养起来的 培养一个飞行员 尤其是战斗机的飞行员 成本非常高的 那我们这个是按照地勤去的 所以我们就要到机场去当兵 在机场当兵呢 从当兵的角度上讲 应该是最好的地方啊 一个是吃的好 环境好啊 各种待遇都好 正是我准备啊 启程的时候 突然呢 接到了一个通知 就说杭州机场满额了 你看 这个电视里就有这么个情节啊 就说这个 何小平啊 头一年那个 他们那个队长不是说吗 头一年就看上他了 要不是名额满了 我就把他带回来了 结果名额满了 后来又专门去要了一个名额 才把他给召回了 这个 我想我那时候就这样啊 就多了一个名额 但这名额上哪去了呢 上海南去了 今天你一听说海南好啊 鸟语花香啊 多好一海南啊 我在啊 1971年的时候 1971年距今46年 46年前 我一听海南我就晕了 我都不知道海南在哪 我当时觉得海南就是个天涯海角 是个蛮荒之地啊 说我怎么能上那去 就有点犹豫 结果这一犹豫呢 我爹就看出来了 我爹怎么看出来了 因为我爹就是我爹嘛 他就看出来了 他说你如果犹豫呢 你不如再等几个月 这时候已经将近四月份了 说再等几个月 秋天就招兵了 秋天一招兵呢 你看 咱们再选择一个地儿 我爹当时还算是 就是比较心疼我 毕竟是我亲爹呀 结果我这一犹豫就没去 没去呢 我都已经跟学校打招呼 我为什么说我上过来 因为中学呢 就是我已经到学校跟老师 同学都打招呼了 我走了 对不起你们 我走了 当兵去了 结果没当成 所以就也就没回学校 上学就这一段时间 就在家里混着 就等着秋天 再招兵的时候再去当兵 这时候我已经16岁了 那么秋天 我们都知道 中国发生了一个大事 当时呢 林彪的飞机就掉下来了 那么军队两年之内没招兵 那我这个就彻底的啊 就彻底的歇了 当时我是不大知道兵役法 当时有人后来跟我说 说当时的兵役法规定啊 你服役超过45天就算服兵役 你这个时间32天是肯定不够的 所以呢 我的档案里就没有当兵啊 这么一说 我跟谁都没说过这事啊 就是我曾经有那么一段 很短暂的一个当兵的经历 一个人受训 一个人体检 一个人背着背包准备去的时候 临时更改了 所以后来我的人生呢 就发生了一个很大的轨迹啊 就没有再去当兵 在家待业 待了两年以后呢 就去下乡了 18岁就开始下乡 当知青 我认为我们16岁的时候的心智 比现在26岁的孩子还要成熟 所以现在有个词叫巨婴嘛 巨婴巨大的婴儿 长不大 就长不起来 内心不成熟 我们16岁的时候上山下乡啊 就是去 你想我14岁就去了东北啊 15 14 14 15 15到16那一年呢 就是 你看爹都已经到北京了嘛 我们经常一个人就习惯于一个人自我主事 所以心智就很早就成熟 过去说 这个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嘛 我14岁的时候做事呢 还有些 犹豫啊 这个 但是我到这个15岁的时候做事就比较坚决啊 那个时候我们在东北 随着父母呢 在这个空军的武器干校 你比如我们去拉链 比如练射击啊 练射击 我在10 我看看啊 大概15 16岁的时候 我们还做过实弹射击 实弹射击 你现在想 哎呦 实弹射击多好玩啊 其实不是 你看很多实弹射击的时候 很多人不敢开枪 为什么不敢开枪呢 那个枪第一呢 声音巨响 我们那时候开那枪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型号啊 大概是那种 很长的长枪 另外呢 它有极强的后座力 如果你开枪没有思想准备 有时候这肩膀撞击的很疼 所以我们去打枪的时候 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把枪打出去 还有一个就是 不是每个人都能打到靶子上 我清晰的记得 我的第一次实弹射击啊 那时候实弹射击就给三发子弹啊 就给三发子弹 我打了二十四环 二十四环呢 是按照过去射击标准呢 为两好 平均八环啊 三八二十四 这为两好 平均九环就是优秀 平均七环呢 就是及格 那当然你要三枪都打到十环上 那你就牛了啊 那时候我印象中 所有我们去打枪的孩子 没有一个人 能够三枪都命中把心 那么打枪的时候呢 我就觉得 只要让我们开枪了 那不就成年人了吗 我们当时还特别喜欢一件事 就最终没干成 就扔手榴弹 我们天天在那扔这个教练弹啊 教练弹 我们这种手榴弹都是过去二战 这个留下来的形态啊 不是那种球状的啊 不是你在现在的很多大片里看到的 是就是那个木饼的 木饼的手榴弹呢 那扔出去呢 就是三十米是及格线嘛 快就会让我赶 boundary 我天天下的担心 为我赶紧 你要很长的